生活中最为常用的五种绳结的做法 第一种防晒网角固定结 主绳折叠压在网角 将防晒网折叠回来之后 拿起副绳 穿过绳而围绕 重合的两个防晒网的接点 顺时针的缠绕 次数不出限制 三到四周都可以 我们缠绕完之后 将剩余的这个绳头 双折叠 穿过之后 收紧主绳 固定防晒网 说了不善不死角 都是一个非常简单 牢靠的绳结 想解绳时 只需拽下绳头 它瞬间开结 第二种绳结 是简易防晒网角固定结 压在主绳 主绳折叠 然后围绕下端 缠绕一周之后 绳尔稍稍向向提拎 双折叠 撞过 我们收紧主绳 这个简易绳结 受力之后 同样简单牢靠 而且在非受力时 一拉绳头 瞬间开绳 第三种绳结 是一个应急双猛结 也会称为双八字结 拉伸两个绳尔 重合 形成一个八字魂 然后将木桩 或柱体套入其中 收紧主绳 锁装锁点 吊物拖车 都可以 多人拖载物体 也可以啊 第四种绳结 是一个简易带口结 围绕带口 缠绕一周之后 折叠回来 下端自然形成 一个小的绳口 将带口再次折叠 撞过之后 收紧两端的绳头 它瞬间完成 简单牢靠 不会松动 非常实用的一个应急剑 第五种绳结 是水龙头 水管 衔接固定剑 缠绕一周之后 绳头从下端拿出 撞过十次胶点 收紧两段绳头即可 非常简单实用 以上是五种绳结的做法